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据泰晤士报道 民众希望威廉王子能越过查尔斯三世继承王位 因为他们不想看到这位新王后 英国民众确实不喜欢卡米拉 其实不喜欢卡米拉的还有英国王室成员伊丽莎白王太后和安妮公主 说起来查尔斯三世还是王储时 最早想要结婚的对象就是卡米拉 卡米拉也算贵族出身 从小就受到了贵族传统教育 但伊丽莎白王太后不喜欢这个女人 在她看来 查尔斯是未来的国君 结婚的对象不仅要出身贵族 而且最好要像一张白纸一样 没有任何感情经历 且知根知底才合适 伊丽莎白王太后的心里有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就是戴安娜 戴安娜出生于斯宾塞家族 她的外祖母墨伊是伊丽莎白王太后的闺蜜 她的母亲曾做过乔治六世与伊丽莎白二世的侍女 而且戴安娜从小就认识查尔斯 不过查尔斯比她年长13岁 因此她更愿意和她年纪相仿的安德鲁王子玩耍 由于和戴安娜的感情受到伊丽莎白王太后的阻挠 戴安娜后来嫁为人妇 而查尔斯也听从王山牌 和比她小13岁的戴安娜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伊丽莎白王太后非常特爱戴安娜 特别是在戴安娜生下了两个可爱的王子后 她更是处处维护戴安娜 哪怕参加王室活动 她都会让戴安娜和她同乘一辆车 然而戴安娜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 查尔斯和卡米拉藕断丝连 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而查尔斯对戴安娜虽然人前做出恩爱的模样 但事实上查尔斯对她非常冷淡 反而每周六雷打不动地把卡米拉接到城堡里过夜 因此卡米拉又被称为星期六王妃 起初戴安娜还在思考 是她做得不够好吗 她做出了很多努力和改变 但查尔斯却依然熟视无睹 对她依然十分冷淡 甚至还直言 她才不会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情人的威尔士亲王 委屈和无助排山倒海 戴安娜只能哭泣着向伊丽莎白王太后倾诉 伊丽莎白王太后对她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同情 不仅给予了她很多安慰 同时也向她表态 只要自己还活着 卡米拉这个恶毒的女人就别想进入王室 事实上伊丽莎白王太后也践行了她的诺言 在她生前 卡米拉确实只是做了很长时间的情人 不过没有人责怪查尔斯 不管是伊丽莎白王太后 还是伊丽莎白二世 在他们看来 查尔斯有几个情人也是正常的 毕竟王妃只有一个 但没有人规定王子不能拥有情人 之前的国王也是如此风流 也从来没有人认为不妥 不光如此 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也是风流成性 关于她的绯闻 从两人婚后不久就一直没有断过 但伊丽莎白二世 从不把菲利普亲王的阴阴艳艳放在眼里 她是女王 她还有更重要的责任要承担 所以当丹安娜哭哭啼啼向她哭诉 自己在婚姻中受到的不公时 并不擅长处理家庭关系的伊丽莎白二世 没有对丹安娜的烦恼 感同身受 也没有给予适当的关怀 反而告诉她 她作为王妃 在婚姻中应该尽到该有的责任 在那之后 伊丽莎白二世 有一安排丹安娜代表王室出席一些活动 想转移她的注意力 本来在伊丽莎白二世看来 丹安娜年轻 能在王室活动中表现得像个青铜就很合格了 可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年轻的丹安娜一出手就成了王者 她像一束温暖的火苗 通过出席各种慈善活动 迅速点燃了民众对她的喜爱之情 丹安娜的年轻漂亮 符合民众对王妃的想象 她亲切随和 从不高高在上 最打度明星的还是她的真诚和善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已经对婚姻外念聚会的丹安娜 把充沛的精力投入到了慈善事业中 据不完全统计 她一生参加了150多项慈善活动 帮助过世界上许多需要帮助的人 然而她的爱心和善良 有时候却没能得到王室的肯定 上个世纪80年代 艾滋病危机席卷全球 一旦得上了这个病 就等于判处了死刑 因此全世界都谈爱色变 甚至认为这是一种 能通过触摸传播的传染病 因此人们很歧视艾滋病患者 不仅要求对他们进行隔离 还把他们视为被上帝抛弃的贱命 丹安娜为了改变人们 对艾滋病人的态度 她不仅多次探望艾滋病患者 鼓励他们战胜病魔 而且还和他们握手拥抱 她的勇敢不仅让患者感动得直流眼泪 也改变了人们对艾滋病人的态度 让艾滋病人重新有了 好好生活下去的力量 然而王室认为丹安娜的行为 已经超出了王室限制的范围 因此对她颇有微词 但不管怎么说 是丹安娜让世界对英国王室 有了更多的了解 她大大提升了英国王室 在世界上受欢迎的程度 上个世纪90年代 丹安娜的风头 甚至超过了伊丽莎白二世 以至于伊丽莎白二世的妹妹 玛格丽特公主都要提醒她 要注意自己的角色 不要太过张扬 可惜深受民众爱戴的丹安娜 唯独没能得到丈夫的爱 最终两人经过协商 于1996年结束了长达15年的婚姻关系 不幸的是 在她追求幸福的次年 却丧生于车祸 丹安娜的离世万名皆碑 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婚外情 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因此很多人对这对老情人指责有加 甚至不少人还认为 是卡米拉间接害死了丹安娜 当然让民众怒不可遏的 还有英国王室的态度 丹安娜去世后 英国王室的冷漠和沉默 无异于火上浇油 许多人高举着丹安娜的照片 发起了抗议示威 大有要把王室推翻的架势 本来在许多人看来 王室的存在已经形同鸡肋 主要还是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如门面担当 获得了民众的肯定 才让王室得以过渡到了21世纪 没想到丹安娜的去世 竟能让王室陷入存亡危机 最终伊丽莎白二世为丹安娜 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并当着数千万民众 亲自为丹安娜做了悼念演讲 这才平息了名分 两年后 卡米拉的身影出现在 查尔斯50岁周年庆典上 不久后 卡米拉又和查尔斯参加了 康斯坦丁国王的生日庆典 民众发现 那次活动伊丽莎白二世也清零现场 这也就是说 女王已经认同了卡米拉的身份 自2001年起 英国王室邀请卡米拉参加王室活动 从那时起 卡米拉就一直以查尔斯伴侣的角色 不断出现在王室活动中 尽管争议不断 查尔斯却坚持以公正的结婚方式 在她57岁那年 迎娶了比她大一岁的卡米拉 为了安抚不满的民众 也为了查尔斯的前途考虑 王室发言人不得不宣布 在查尔斯继承王位后 卡米拉会成为伴妃殿下 或者夫人殿下 而不是卡米拉王后 卡米拉也一直保持低调谨慎的姿态 尽量不引起民众的注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伊丽莎白二世转变了对卡米拉的态度 当然 与其说是卡米拉感化了伊丽莎白二世 不如说是对儿子的爱让伊丽莎白二世接纳了卡米拉 可是卡米拉的生活依旧是水深火热 首先对她最有敌意的莫过于哈利 哈利一向任性惯了 在他们的婚礼上就直接用花砸查尔斯的头 等到卡米拉嫁进王室后 哈利也没少内涵 说自己的母亲戴安娜做得不明不白 其次 对比哈利的冲动 威廉的无视更让她难堪 威廉和凯特一起 对外只说自己怀念母亲 然后不停地歌颂戴安娜的过往 2020年的时候 威廉还以纪念母亲的诞辰60周年为由 非要在肯兴顿宫给戴安娜塑造一个雕像 似乎在她眼里 卡米拉根本就不存在 对于继子的无视 卡米拉心里也恼火 她好不容易从情人手里抢到查尔斯 难道就为了让人个应自己吗 于是她拉着查尔斯闹退休 想逼迫威廉让步 可这时候 查尔斯和哈利的关系已经闹僵 她不会为了老婆再去惹怒另一个儿子 更别说这还是未来的君主 所以最后丹安娜的雕像 还是如期站在了肯兴顿宫里 天天看着这样一个雕像 不知道卡米拉心里会怎么想 好不容易遥到查尔斯上位 卡米拉还以为自己苦尽甘来 可谁知道 女王最后居然修改了遗嘱 据媒体揭露 女王在遗嘱里表明 自己的私人财产要留给女儿和增孙女 而属于增孙女的那一份 暂时交给孙媳妇凯特保管 这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隔空打在了卡米拉的脸上 同样都是外人 自己居然还不如一个晚辈 毕竟女王的遗产 似乎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更别说 卡米拉还曾抢过小姑子 安妮公主的男朋友 现如今 安妮公主被查尔斯重用 她依旧得不到小姑子的好脸色 被威廉无视 又被女王摆了一道 这样的卡米拉 真的是苦尽甘来吗 而且威廉当初还跟戴娜许诺 要把属于她的东西都拿回来 这下子 卡米拉哪怕当上王后 估计也有数不清的麻烦 在等着她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